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白色不好看 但是配这个蓝天是蛮漂亮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请你点击一下你的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及时收到我的更新 我的频道是一个综合频道 只要分享以五眼联盟为主 最新的政治动态和最新移民政策 新西兰的海外黄人生活 我们新西兰终于扭扭捏捏的同意了 就是取消了这个香港和我们的这个引渡条约 因为它是五眼联盟成员国 他必须 但是他总是最后 但是他还是同意取消了 但是在中国驻新西兰使馆马上就发声明说 新西兰这样做是太伤害感情 其实说这个有什么用呢 五眼联盟他有协议的 他必须统一不发 统一口径 要不然怎么可能让他随便那个 是不是 所以现在五眼联盟 美国还没有 美国也是会取消的 但是他还没有正式发声明 美国更不用说了 你知道吗 2024年蓬佩奥已经决定竞选总统 因为川普肯定不会在2024年再选 所以蓬佩奥上 蓬佩奥更狠 一个蓬佩奥 一个彭斯 包括罗比奥这些 都是觉得反共专业活 哎呀 我天哪 所以说中国政府指望谁上来都没有用 其实拜登也没有用的 拜登上来他也不敢完全给他扭过来 那他很快就被欧下来了 反对当也不会让他舒服了 我们新西兰的失业率继续在加剧 但是看上去一切正常了 啊 现在是三十 三十五万多的失业率领福利 然后现在政府就受不了了 就开始那这儿涨价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的出口出不去 然后呢 大龙虾都放回海里边去了 然后就是那个羊肉特别便宜 半价了 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也花三十五块钱买的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花十四块钱 接近十四块钱可以买到大羊腿 特便宜 所以瘟疫 我们不但没有在吃的方面受影响 反正还便宜少花钱了 知道吗 特别棒 他们之前给政府发的那些 给政府发的那些 一些人失业 发的那些福利 有的企业大 都上千万的去收 政府啊 瘟疫稳定了 到时候就查他们 查了都给它要回来了 你看没有 这是民主国家 也是玩这个手法 我说嘛 现在给你 现在瘟疫期间 他们也有点懵逼 先别闹事 先拿着钱 哪个哪个手 回头再慢慢收拾 就要回来了 不过它给老百姓这个没要回来 但是我觉得新西兰给的挺多 因为美国你看 联邦政府它在给一千二 一千二 最近七月份又得给一千二 一共才两千四百美金 我们可多了 我们可多了 我们一直发钱 最低的福利一个星期也是五百块 一个星期啊 所以那就吃一会儿了 然后企业也更不用说了 就是他们都发工资 所以现在好多企业上千万的也退回去了 正会有点坑爹啊 我看到啊 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新西兰最反对 中国政府的那个党派的 最近要大选了 还要他出来 高德尔又开始 欧欧CCP了 又开始盯了中国人 他就靠着欧欧中国人拉选票 现在他又出来了 他出来 第一个是取消香港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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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观 你就不适合待在这里 一个是观 所以现在呢 新西兰是十年 就是我们住满十年就可以 额 没有 退休金 像我们这样移民的啊 那现在呢 要二十年 你知道二十年一般的人拿不到退休金 一个是他们太晚了,年龄大了,没等着拿就死了,再一个吧 他们可能也在惦记着退休年龄再长两岁,现在六十五、六十七岁 因为西方是男女平等,男女都一样,他不像中国,中国是男的玩女的走 所以你知道吗,政府也想进行办法来弄这个 你看美国他不是也把退休金拿去给中国做事情吗? 就是做生意赚钱吗?是吧? 他也在做这个呀 所以这个退休金也许他们用来去做别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反正呢,这个疫情虽然没有过去,你知道我们新西兰 从所有国家来的,百分之百,从所有国家来的,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不同的国家来的 来一个插出来就是阳性 来一个插出来就是阳性,没有一个是阴性的 你知道吗?所以坐飞机很可怕 但是我在想,如果飞机这么可怕,为什么空城人员不染病呢? 为什么空姐和飞行员他都没染 诶,这个文艺有点邪门啊 这个,这个,这个,这些坐飞机都染上了 奇怪,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如果飞机不安全,那空城人员应该染上 如果飞机是安全的,那为什么他们坐飞机在那隔离了14天 检查了都是阴性的 上了飞机,下了飞机,两三天,直接去酒店隔离 酒店的消毒,那么就是阳性的 所以,都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所以,很郁闷 所以,我男朋友说开放了,她也不敢来 她也怕死 因为她染上飞机,我就不要她再坐飞机回去 所以呢,你看,太可怕了 我们这儿的忧念很漂亮啊 好,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们宝贵的时间观看我的视频 逗逗你的金手指给我点个赞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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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